词曲 李宗盛 其他的胃都是流伤 其他的胃都是流伤 基督盼是我所问的 其他的胃都是流伤 其他的胃都是流伤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今天又有机会站在这里 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现在请大家低头 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主啊 使你的爱吸引我们 你的众儿女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面 我们要享受你的同在 我们要在这里敬拜你 感谢赞美你 我们要把当得的荣耀 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 主啊求你祝福 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仰望教授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命 阿们 好 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主题是 建造在磐石上 让我们先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第六章 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 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这里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我也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好 今天我们就读这一段的经文 从这一段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根基对房子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一栋房子的根基的好坏和深浅 往往就决定这栋房子 在遇到风暴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会倒塌 对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 也同样决定了 我们是否经得起人生的风浪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一开始 主耶稣就发出了一个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他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去行呢 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 那么耶稣是向什么样的人 来发出这个问题呢 你想谁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呢 难道不就是你我这一群基督徒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基督徒既然称耶稣为主 为什么又会不遵照他的话去行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们会不会常常处在这样的矛盾里边呢 在几年前 美国的一家问卷公司啊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是针对美国的教会 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 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调查结果呢 是这样子的 说在教会的通讯录 或者是教会会员的名单上面 有20%的人一年当中基本上不怎么来教会 有25%的人没有祷告的生活 有35%的人通常是没有读圣经 有70%的人对教会不委身 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参与教会的任何的事份 无论教会有什么事情 好像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都不关他的事 到最后呢 我们看到有95%的人 从来没有向别人传过福音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不会感到很失望 对这样的数字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 就是这些不祷告 不读经 不委身的信徒 却基本上百分之百的都称耶稣基督为主 而且呢 也同样的百分之百的认为 他们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你感到奇怪不奇怪 到底是他们太天真呢 还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就是在马太福音呢 第七章二十一节 明明的告诉我们的 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而他们呢 却以为称呼耶稣基督为主以后 就能够进天国 这一组的统计数字 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教会里边 有所谓的真信徒和假信徒 而真假信徒的差别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 有没有称耶稣为主 而是在于这些信徒的生命 没有根基 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 到底我生命里边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到底我怎样才能够重新建造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 有根有基的生命 那这个问题答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边的 第四十七节 这里呢就清楚地讲到 就告诉我们说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那从这段经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要想建造他的生命 使他的生命 能够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生命 他必须要经过三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说凡到我这里来 就是说他首先要来到主前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听见我的话 就是说他必须要聆听主的话 第三个 第三个是就去行的 就是说他必须要遵行主道 只要做了这三件事情 才能够建造我们基督徒 真正有生命的根基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再思想一下 主耶稣在这些问题上 对我们的一些警戒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思考 这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呢 是来到主前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要有根有基 就必须要来到主前 主说凡到我这里来的 这个来 这个动词啊 这是一个现在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主前 并不是说过去我们曾经来到主前 也不是说我们偶尔来到主前 这个来字所表示的 是一个经常性的状态 换句话说呢 我们来到主前 是要天天来到主前 是要常常地来到主前 那么到底什么叫来到主前呢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每天要很主动地 要很乐意地来到主的面前 为的是要朝见他 是要寻求他的面 但是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来到主前 来寻求他的面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要追求圣洁 圣经说人非圣洁 就不能见神的面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要寻求主的面 首先我们要追求圣洁 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才可以真正地 活在主的面前 那么追求圣洁 跟我们生命的根基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跟大家讲 一个人要是生活不圣洁 那他就会陷在罪恶里面 陷在罪恶里面呢 那他的生命就会被罪恶所拆毁 过去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消息 就是在美国某地 有一个教会的牧师 就突然自杀身亡了 当这个新闻发布之后 在教会圈内就一片哗然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自杀吗 就是因为他长久以来 他上了一个婚外情的网站 而这个网站呢 后来被骇客入侵了 就把其中一部分会员的这个名单呢 给公布出来了 那么这个牧师的名字呢 就在上边 当他发现自己被公布出来之后 他就感到非常非常痛苦 他感到非常的丢脸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没有脸去见家人 没有脸去面对他的配偶 和他的家 那么他也没有脸来面对他所服侍的这个教会 所以最后呢他选择了自杀 那么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的心也很沉重 因为这样的丑闻 实在是叫教会蒙羞 让神的名受辱 同时呢 我心里边也产生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就是 既然他没有脸来面对这些人 那么他过去正在犯这些罪的时候 他每天怎么有脸来面对神呢 很显然 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这个错误啊 就是他觉得 只要他偷偷摸摸地做什么事情 只要没有人知道 上帝知道不知道 好像不是很有所谓 这就是没有活在神的面前 身为一个基督徒啊 如果我们做不好的事情 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却以为只要不告诉人 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好 不在乎上帝知道不知道 这不就是一种 掩耳盗铃的生命吗 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会非常的危险 就像是一栋房子 没有根基一样 一碰到风暴 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我们基督徒 必须要追求圣洁 必须要常常问自己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 有许多事情 如果是在神的面前 你会做吗 如果神就有心有体地 在你的面前 有很多话你敢讲吗 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在人的背后讲 但是你任何的一句话 你都不能够在神的背后讲 有很多 如果我们真是感到神就在你面前的话 有很多的节目你敢看吗 有很多的网站你敢上吗 如果你真正地活在神的面前 你还敢过一个污秽有罪的生活吗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 有根有基 就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而且首要的事情 就是要追求圣洁 因为人非圣洁 不能够见神的面 这是一点 那么我们来到主前的第二个意义 就是我们要被主建造 有一首诗歌叫 《来到主前》 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的 说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如活时 一块一块被建造 成为主的灵工 这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是要被主建造 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 那这就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灵工 那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 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工程师 我们是有生命的活食 可是石头要建造成为灵工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石头不是在哪里乱堆乱放 那它就自然就会成为一个灵工 而是要不断地被欺割 不断地要把那些 棱棱角角地被磨掉 要不断地被琢磨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要经过神的雕琢和改变 我们才可能变为灵工 灵工就是那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要接受主的雕琢 要经常被神改变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做了多年的基督徒 依然故我 生命没有一点点改变 而且还经常阵阵有词地说 我就是那个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习惯 那这样的回答就表示 你根本还不是灵工 你还没有真正地被主建造过 我们被主建造的话 就应该要被主有所改变 使我们要越来越不像 我们原来的那个天然人 而是越来越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来到主前呢 第三个意义就是要献上我们自己 在旧约时代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大祭司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必须要先经过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叫做祭坛 那么经过祭坛的意思 是表明大祭司 他们已经献上了自己 没有一个大祭司 是可以越过祭坛 直接到至圣所和神面对面的 这就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同样要献上我们自己 怎么样才算是献上我们自己呢 你可以用一个问题 不断地来查验 来提醒自己 就是你每一天所渴慕 所追求的 有多少是属神 是属灵的 还是你专注于那些属世的 属世的那些东西 满脑子都是你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满脑子都是你的野心和报复 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就再来 你会不会改变你今天的行程 你会不会改变你今天的目标 你会不会改变你今天所看中的那些东西呢 你今天所追求的一切 真的可以面对主吗 如果主耶稣就今天晚上就来 你今天所追求 所爱慕的那些东西 在你和主面对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到遗憾和羞愧呢 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在十九世纪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在美国Kentucky 有一个专门训练狗的这个农场 这些训练狗的人呢 他们专门去物色一些 很能够跑的那种的狗种 然后把他们集中在一起 要训练他们成为猎犬 去打猎 因为那个时候许多打猎的人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训练这些狗呢 那就是先让他们不要动 然后呢 就是他们就弹射出去一个飞盘 然后让这些狗去追 这些狗就拼命地往前跑 就像竞赛一样看谁跑得快 而跑在最前面的那只狗呢 就会叼着那个飞盘就回来了 那么经过这样不断地反复训练之后啊 每一只狗跑得都非常快 最后呢 他们就把这些狗啊 卖给那些打猎的人 当猎人呢 有了狗之后呢 就带着他们出去打猎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些狗虽然跑得很快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打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跑得不快 而是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了 当他们看到猎物的时候 比如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兔子 在远方出现的时候 那猎人就把这些狗放出去去追 没想到这狗呢 追上这个兔子之后呢 他却不懂得把他抓住 而是什么 他继续地往前疯跑 因为他没有把这只兔子当成目标 而是当作与他竞赛的这个对象 所以他就一直是疯狂地往前跑 把他所追住的这个目标啊 远远地就甩在了后面 那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个故事 所带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吗 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 不就是像这猎犬一样吗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 我们一直想赢 我们一直都想争 第一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当你跑得太快的时候 你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或许已经被你抛在脑后了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好好地思想 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 我们需要安静下来 调整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过去的方向是笨着 都是今生今世的 那你现在就需要好好地思想 自己的永恒 如果你过去的方向都是物质的 都是属肉体的东西 那么你现在的方向是什么 应该是属灵的东西 如果你过去所追求的方向 都是那些短暂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 你需要思想的 是那些能够存到永久的东西 如果你过去所追求的 都是那些将来不能够带走的东西 那么现在你就需要思想 哪些东西是将来 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的 当你转换了这个方向之后 你就能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线上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到主前 我们必须要问自己 几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在神的面前 有些事你还敢做吗 有些话你还敢讲吗 有些东西你还敢看吗 如果你住在主的里面 你还会活在他的外面吗 你还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外面去找吗 如果主耶稣就是那个陶匠 你会不会成为他手中的泥土 被他塑造成为一个器皿呢 还是你的生命依然故我 一成不变 永不成器呢 那么如果主很快就会再来 你还会恋战今生吗 你还会看中那将来 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面去的东西吗 我们越清楚知道 神就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才能够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面前 你就会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你越寻求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你就越会喜欢教会的生活 你就越会喜欢团契的生活 第二点 要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 我们不只需要来到主前 我们还必须要聆听主的话 生命的建造必须要有材料 而神的话就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材料 那么主耶稣说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我们要记住深深的挖 并且呢 要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 使它能够成为有根有基的生命 不只是要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还要听神的话 聆听主的话 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 是透过读圣经 让神不断地来对我们说话 虽然圣经是人类历史上 最畅销的一本书 是最多人所拥有的一本书 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 圣经也是一本被拥有的人 所忽略的 意思就是说 虽然有很多人拥有圣经啊 但是未必有很多人在读圣经 在前两年我看到一则消息 这个是报到美国东北部的 Massachusetts 有一个高中开了一门课 叫做圣经文学 老师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 想测试一下学生 对圣经的认识到底有多少 他想要知道 在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国家 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到什么地步 结果当他这个测验结果出来之后 答案是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说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说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什么 竟然有不少的同学回答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一对情侣 他们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想成是罗密欧与朱利耶 你觉得很好笑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在教会中 也还有人常常会问到 这个以色拉和以色帖 他们到底有什么亲戚关系 有许多教会的信徒啊 能够说出十届中的五届的人 恐怕不会超过一半 甚至有些人信主多年 还不知道登山宝训是什么 到底是谁 谁的教训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圣经在一般基督徒的家里边 成了一个装饰品 是摆在书架上面的 有不少父母 曾经对我大发感慨 说我儿子年幼的时候 还很听话 但是现在到了十七八岁的年龄 就越来越不听话了 除了手机 iPad之外 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兴趣 以至于他对什么东西都不信 只信什么 网络上的那些什么传闻呢 什么花边新闻呢 信这些东西 我想现在不仅仅是 年轻的孩子是这样 就是成年人也不例外 你没有看到吗 今天有很多的人 他宁愿相信网络上的东西 他也不相信圣经里边的话 所以呢 要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 就必须要聆听主的话 聆听主话 这四个字里边 有两个字非常重要 一个是话 话 就是圣经 就是神的话 另外一个字就是听 听主话要到什么程度 那这段圣经里边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是说 要必须深深地挖地 一直挖到一个地步 就是什么 要挖到磐石上 你知道这深深地挖 代表的是什么吗 就是代表我们 必须要付出时间的代价 你如果时间花得不够 你就没有办法挖得深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fast food 这么样的一个时代 这种的素食文化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教会 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 灵性生活 比如说读经 我们每天读个五分钟 十分钟 不加思索就过去了 这还算不错了 但这不是深深地挖的意思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什么叫深深地挖 深深地挖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要读圣经的字句 更要读什么 它的经意 光读字句就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只读圣经的故事 我们必须要知道 圣经故事 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只要看摩西士 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还要看到它里面所 预表 所启示的那个磐石 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要读到耶稣基督 要读到神的救恩 当我们读经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是神直接对你说话 我们那过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是没有别的书 没有别的书 就这一本圣经 我们看那时候 神的话也就是活活地 从书本里跳出来一样 对你说话 后来等到文化大革命之后 我记得我上神学了 上神学学了两年之后呢 回来后来有一次 我竟然跟我爸爸讲起来 这个我说这个 不能搞一本书主义 我爸爸妈妈骂了一动 学了两天什么 就是说你不搞一本书主义 什么叫一本书主义 过去有人攻击说 你光读圣经不行 你还读许多其他东西 当然我们并不是排斥 其他这样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圣经 到底下功夫下多少 你就在这块 你就来是讲一本书主义 我爸说 你要是把圣经 你功夫下得够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一本书就够你用的了 实在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态度 必须要这么地认真 我们读圣经的态度 必须要非常地执着 一直是到我们 挖到那个宝贝的时候为止 那么由这个呢 我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很能帮助我们 做进一步的思考 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那一年的7月16日 我记得非常清楚 发生了一件震惊美国的大事 各大电视台都把它 作为这个Breaking News来播 并且是跟踪报道 那就是美国前总统的 这个肯尼迪的儿子 小肯尼迪 是吧 John Kennedy Jr. 他驾驶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掉到海里去了 那天呢 他是和他自己的妻子和妻姐 驾着私人飞机 从纽州出发 要到他们在Massachusetts 那边有他们的一个别墅 他们刚开始这个 从起飞到飞行都非常顺利 但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呢 天色已经转暗 能见度很低 以至于呢 后来他就迷航了 那么找不到目标 后来他就是掉到大西洋里边去了 那么三个人都不幸遇难 最可惜的是这位小肯尼迪 他是肯尼迪总统唯一的儿子 被肯尼迪家族是看作是明日之星的人 就此就陨落了 很多人以为这次空难呢 是因为天气的因素所造成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说环境造成的 我们不是也常常觉得 许多人的软弱 许多人的冷淡 许多人的退却 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吗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肯尼迪坠机这个事件呢 那么后来经过调查 发现环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的因素 就因为这个小肯尼迪的 他的飞行执照是一个初期的飞行执照 这个执照呢 只剩下的这种的飞行叫肉眼飞行 肉眼飞行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白天的时候 在能见度好 在视野开阔的时候 你可以飞行 那么因为小肯尼迪呢 他没有继续深深地挖 没有在飞行的知识和技术上 他有更深入的追求 以至于呢他没有拿到一个更高级的驾驶执照 那种高级的驾驶执照呢 那是叫做一气导航的这种的执照 他因此呢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天他起飞的时候天气状况还好 可是没有想到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了 以至于他的肉眼看不见目标了 迷失了航向 他就无法安全地降落 那后来就掉到海里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小肯尼迪他的致命的错误 是否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属灵的提醒和教训呢 我们的人生啊 也可能在任何的时候 那么也可能 就是说我们 也可能会遭遇到这样的风暴 那么今天也许你感到平安无事的时候 就好像是在白天 是吧 或者充满阳光的时候 在这样的日子里 你可以平安度日 但是你是否意识到 我们的人生啊 随时都可能遇到风暴的 如果我们的信仰追求上 你不深深地挖地 你糊里糊涂 那么当你碰到人生风暴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会像这个悲剧一样 你会坠落到那个深渊里边去的 可以肯定地讲 我们人生的路不都是在白天 一定会在黑夜走路的时候 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之后 他们常常是白天黑夜 都要在旷野里边行走的 所以上帝呢 就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 我们知道云柱是白天的带领 火柱呢 是他们在深夜的时候 行路的时候的带领 那刚才我们在这上也看到 诗篇是一百一十九篇 有一句话非常宝贵 那里是说 神啊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要注意到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都是为黑夜行路的时候用的 神的话要成为人生黑夜的光 成为你生命中最失忆潦倒的时候的光 成为你身体最软弱有疾病的时候的光 成为的就是当你碰到人生平静的时候 它也要成为你的光 使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 我们都可以顺利地来行走 就像那个仪器导航的飞机 可以飞行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导航器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盘 这样我们才不会像那种靠肉眼飞行一样 坠入茫茫的大海里面 好 我们要建立有根基的生命 不只要来到主前 聆听主的话 我们还要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遵行主道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还有一段经文 和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呢 是非常的接近 只是差别呢 是马太描述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说 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然后他又讲到 而那些听见主的话 不去行的人 就好比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的上面 结果是什么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呢 在风暴中都可以屹立不动 而建造在沙土上面的 则完全地垮塌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重点是 聪明的人和无知的人 这两种人的差别到底是在哪里 现在我们要看的重点是 就是这个 做一下比较 应该说 聪明的人和无知的人 都同样来到主的面前 而且也同样都聆听了主的话 就好像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一样 他们的差别是在哪里 是有没有按照主的话去行 所以弟兄姊妹 你知道光听到 而不行到的光景是怎么样呢 那雅各书 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话 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只要只是你们要行到 不要单单听到 因为单单听到而不行到的人 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欺哄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肚子饿了 你到餐馆去 你只是看了看菜单 你会饱吗 你光看菜单不吃饭 你会饱肚子吗 那么这样做 你是不是在自己欺哄自己 如果一个人去看医生 那看完医生之后呢 你没有照着医生所吩咐你的话去做 你的身体能好吗 再比如说你今天到IKEA 你去买了一套 这个需要自己去组装的家具 而回到家里之后 你只是在那看说明书 你不动手 那么你想这一堆木料 可以变成一件家具吗 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行动 你要把它组装起来 同样我们每个主日到这里 来听到 听的时候你是蛮enjoy的 但是呢 离开教会 回到家里 那么到公司里 你却不照着你所听的去行 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 因为那些听到而不行到的人 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 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了 走了之后就忘记 他的相貌如何 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说什么 照理说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照镜子的 我们照镜子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梳理头发 化妆美容 或者整理自己的衣冠 使我们看起来更加整洁亮丽一些 是不是 但是如果一个人照完镜子就走了 忘记自己什么模样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照镜子 你说这个人 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毛病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 回去什么都没做 你想 我们这样的生命 能够变得更加的荣美吗 这就等于自己欺哄自己 非常的无知 圣经称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 我们做基督徒 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中 光听到不行到的人 永远都不会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就好像学校里的一个旁听生 他永远也得不到文凭一样 在美国有一个公信力很高的 这个民调公司叫Gallup 大家都知道是吧 因为他的创办人就叫George Gallup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Gallup 这个创始的人Gallup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一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的道德标准的差别不是很大 可是接着呢 他又补上一句啊 他说除非基督徒遵行主的道 否则就无法为耶稣代言 也就是说你除非行他的道了 否则的话你没法为主做见证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同意他这个看法的 一个没有遵行主道的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 基本上可能也有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撒个谎 或者是也有不诚实的行为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真正的顺服在神的真理之下 而且仍然活在他旧有的生命里边的话 他就永远都不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显出与众不同呢 让人看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有一个莎士比亚的演员 这莎士比亚剧的演员 每次他演出结束之后啊 他都特别要为观众朗诵 这个圣经中的诗篇二十三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赶上各种场合 有的是在英国伦敦就这样 有的剧院今天晚上没有别的剧目 曾经有一次测试 从头到尾 专门朗诵马可福音 从头到尾 那可以让观众们听得如醉如痴 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演员专门是演完节目之后 他通常都会朗诵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每次他朗诵完了之后啊 都得到如雷般的掌声啊 甚至呢有很多的观众当场站起来 味道喝彩 但是有一次呢 在他表演歌剧结束之后啊 他正要朗诵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突然坐在前排的一个观众站起来说 可不可以今天让我来朗诵 当时呢这个演员心里感到很惊讶 也有一点犹疑 但是呢 他当时吸了这个想 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 竟敢开口提出这么大胆的要求 我朗诵得这么好了 你竟敢认识你要来朗诵 当然虽然他这么想 那他出于礼貌呢 他就把这个人请到台上来 好好好 让你朗读 没想到这个人开始朗读的时候 他非常优雅得体地闭上眼睛 脸上放光 用他那温柔敬前的声音 诵读着十篇二十三篇 整个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 朗诵完了之后 没有任何的掌声 也没有任何人站起来为他喝彩 但是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泪流满面 那个演员听了之后也非常受感动 同时他也感到很惊讶 结果后来下来之后 他私底下问这个人说 你到底有什么秘诀 才能够带出这样的效果来呢 那个人回答了一句话 是这样讲 他说 You know the sum I know my shepherd 意思是说 你知道这个诗篇 也知道怎么样读这个诗篇 但是我认识的这个诗篇里的那一位 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你知道道理 但是我呢 我活出道理 是吧 有好多时候是我们知道道理 但是没有活出道理 所以这是不妨我们 也是想一想我们自己 我们 我到底是一个知道的人呢 我还是一个行道的人呢 我是不是真正地认识耶稣呢 认识耶稣基督 是我生命的牧者呢 不仅仅我们是在顺境中要认识他 但我们在困境中也认识他 在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认识他 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也认识他 在我们遭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 仍然晓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么使我们呢 不仅仅是认识他们 就是使我们在生活中 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 不至于缺乏 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 你就必须要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 在你的工作当中 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要有所表现 这就表示 你不只是知道 你还可以行道 好 最后一点 我们来思考一下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些警戒 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 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经前面的第一句话 再回到这一句话上去 那么这里主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在思想这句话之前 我们还要来看一下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二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敢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从这段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群人 当他们见主面的时候 他向主邀功 邀请的邀 邀功请领赏 他向主邀功说 主啊我们不是也奉你的名传道吗 不是也奉你的名干鬼吗 不是也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 但是主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 邀功不会是你得救的 因为救恩呢 不是人的功劳 救恩乃是神的工作 是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必须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它 你看主耶稣他对这些人是怎么说的 他断然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为什么主耶稣称这些人为作恶的人 你看到他们做了什么恶吗 我们常常也会想到作恶这两个字就会想到 它是不是有什么恶劣的行为 但事实上呢在神的眼中 我们原本都是罪人 我们原本都是作恶的 作恶并不一定表示你一定做了什么恶事 很多的恶是你不做什么事 也就是现在说有很多的恶是因为你不作为 是不是 当你明明知道主的道却不去顺服 不去遵行的时候 那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 就跟作恶一样 跟作恶是一样的 所以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当那日 那日是什么日子 那日就是当主再来的日子 也就是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 那就是说我们的工程要被验收的日子 那个日子会来临的 验收工程的日子迟早会来临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惊醒 那这里说主啊主啊 那么到那个日到那个时候 你喊主啊主啊会有用吗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光口称耶稣为主 不是我们得救的保证 一个真信徒或者是假信徒的差别 不在于他有没有称耶稣为主 而在于什么 他遵行没遵行神的道 这绝对可以测验出 他生命的到底是不是有根基 那么主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行我的话去行呢 那么这句问话 我们明显地会感觉到 主耶稣的那个责备的口气 那么这是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 每次我们喊主啊主啊的时候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喊主 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喊主 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 你喊主的喊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不是仅仅是 这是一个宗教术语 这不是一个口头禅 你必须要认真思想 主这个字 对你来讲 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你每当喊主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主耶稣来 成为你生命的主吗 成为你生活的主吗 到底你喊主的时候 主耶稣有没有影响到 你每天的追求 每天你所爱慕的 到底你喊主的时候 主耶稣有没有真正 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呢 当我们喊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的来到主前呢 当我们喊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的来 聆听主的话呢 当我们喊主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遵行了 主的道路 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面对主的责问 必须要回应的 哎呀我们实在是需要主 帮助我们 请弟兄姊妹们低头 我们去做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知道 真是也借着今天这个信息 让我们每一个人 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挑战 这是我们到底 我们的生命光景如何呢 我们是不是有根有极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 建立在磐石上 还是建立在沙土上呢 我们是不是当遇到 人生风暴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摇动呢 主啊你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每次读经 哪怕是一句两句 我们要把它吃进去 真是当粮食吃了 来保足我们的灵命 主啊真是巴不得你的话 只是能够触动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让我们对主的话 认真地 执着地去追求 主啊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借着这段话 赐给我们弟兄姊妹 今天有莫大的祝福 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仰望 感恩祷告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咱们